我们当然士气不错啦 士气不错 但是危机也有 我们就希望说任何的变化 不要赶上我们的计划 就算在也持续分裂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民调上也维持领先 但前民进党主席卓榮泰说 还是没有放松本钱 做好所有变化的准备 包括是一对一的选举 一对二的选举 都做好这个准备 那一对一跟一对二的选举 就赖的竞选总部来看 就会有不同的战略跟战术 也有可能到最后就是一对一 挑战性很高 那一定要选票 一定要过半才能够当选 所以一直抱着总统选票 要朝过半去录 只是随着选战逼近 各政党候选人大势抵定 民进党九月将正式启动 不分区立委提名作业 传出不少大咖都入列 媒体人周玉寇更在脸书批评 名单派系丑态百露 竹荣泰赶紧灭火 社会形象好 而且他可以继续连任的 只是第一任的 那也有战斗力的 那代表的他的背后的专业 或是政治的 都社会可以接受 应该考虑先留住 当然不会也 很多政治上的安排是需要的 那也希望说各半径 在推选自己的人之后 同时要布立到说 这个人是不是符合社会 对民进党的期待 竹荣泰也透露 2024不分区立委 目标维持13席 选战逐渐加温 不只各阵营主帅 战况激烈 也得提出亮眼 不分区名单 赢得选民认同 三立新闻 王家宏 热闹局英特报道